大家好,解放军的战机最新的消息已经进入了浙江曲州市 台湾媒体报道,曲州市民最近拍摄到解放军最先进第五代战机殲20 在上空飞过的画面 这个视频我会放到下方,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个确实是殲20,而且在浙江拍摄的 就在最近拍摄的,在国内现在网上已经疯传了 第五代战机殲20正在浙江沿海重要的空军基地 浙江的曲州机场降落画面 报道提到,该机场距离台北500公里 殲20从该机场向台湾方向飞8至7分钟 台军巡航战机就会进入殲20的长程导弹 有效打击范围内,10分钟之内就可以对台湾舰攻击 20号一段曲州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 这一架尖20低空低速飞过曲州市区上空啊 这一定是低空低速啊 要是高速的话,那一片的玻璃啊 几乎就全部报废啊 那一定是低空低速 那就是说离降落非常近了 你就可以看拍摄画面的地点离这个机场 那应该是非常近的 所以他就是放慢了速度准备降落 附近的即曲州的空军基地 有分析认为啊 该架歼20可能隶属于安徽五湖空军基地的王海大队 王海大队是第一批装备歼20的啊 这是中国现在装备歼20的这个首批大队 就王海大队 那近日向前部署至曲州空军基地 我前段时间给大家报道过啊 未经证实的有个消息 解放军歼20实际已经进入台湾领空了啊 只是什么 只是这个消息没被证实 这消息刚过没多久 马上歼20就到了曲州 而且让你看 我觉得这是侧面印证了啊 至少解放军曾经到过台湾领空了 而现在是你基本上可以半公开性质告诉你台湾了 我进入到你领空了 而你台湾没有发现我 报道提及啊 曲州机场是解放军啊 面向东海台海重要大型空军基地之一 距台仅500公里啊 常年驻扎大量苏30苏27以及歼10等战机 该机场如同花莲嘉山空军基地 建有庞大地下机库 以防敌机啊 飞弹轰炸 位置正好处于台军巡航导弹 飞机打击有效极限距离 就是台湾 这个武 这个武湖啊 安徽吾湖的空军基地啊 位于曲州的这个机场 实际上是什么 是台湾的所有的包括战机导弹 打击范围的极限 在你打击范围以外 就是你攻击不到我 那报道说 歼20从该机场挂弹起飞 以其时速近2000公里的速度飞行至 7到8分钟 台军北部战机就会进入其长城 空对空导弹有效距离 15至20分钟就能飞抵台湾上空轰炸 很多人之前留言啊 说歼20是空优啊 他没有 他没有轰炸能力 你错了 你错了 歼20为什么造的比F22还大 还要长啊 长是什么意思啊 长啊 他本来可以缩短的 为什么要尖那么长啊 因为他可以挂载一些长城的 空对地的导弹 他可以变成一个轰炸机 这就是歼20比F22强的 你要说F22只能空战 不能对地攻击 那我信 歼20是有轰炸功能的 你记住了啊 是有轰炸功能的啊 在9月24号啊 这个中国国防部的记者会上啊 解放军 军机日前接近台湾附近空域进行演习 那台湾地区领导人啊 对大陆要求保持克制 包括国民党的这个前主席和县主席都要求 嗯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表示啊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练 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决心和能力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啊 分裂活动 台湾民进党当局 致广大台湾同胞安危福祉于不顾 不断挑动两岸对立 那这个我承认啊 大陆本来是跟你说两岸一家亲友好的 然后你把大陆的友谊啊 友好当成什么擦屁股指一二随气 所以擦完就愣 吃完了嘛 拿擦屁股指一抹嘴 然后就什么啊 中国人不是人啊 中国之那 你把人家的善意啊 不当回事 人家凭什么还给你善意啊 台湾人自己啊 我告诉你啊 要知道礼仪廉耻 不要把大陆人当傻瓜 你看我下面留言的台湾留言啊 哎呀 转着大陆人 然后啊 干掉大陆人 是我们台湾人最高兴的事 是吗 就是你的友好啊 你别跟我装了啊 台湾人别装什么了 他同胞了 记住大陆人没人把你们当同胞 下手会更更狠 我告诉你啊 越往后大陆人对你们台湾人下手越来越狠 而且是什么 没有底线 你记住了 你对我们没有底线 我们对你就没有底线 我告诉你啊 现在现在执政的世界帮老一辈老一辈的人 还心里边还可能把你们当成同胞 记住时间越往后拖 等到啊 70后 80后 00后 90后 有一天上台 你们台湾人就完了 真完了 我告诉你们 绝对完蛋了 所以越往后 我告诉你 你台独是死路 为啥 大陆早晚要弄你 而且民心所向 为什么台独是死路 你这一天啊 挨炸 早晚的 越往后 你挨炸的越狠 不是越往后 大陆人对你啊 越爱你 错了 越往后 大陆人看你们台湾人看得越清醒 啊 所以我为啥说 台独是死路一条啊 台湾人自己往里坐 这叫做是坐茧自负 还想着大陆人是傻瓜呢 你看看那个90后 00后 现在谁还把台湾当同胞 啊 都想着一万个方法 把你们弄死 掐死你们这帮傻逼 现在就剩下大陆那帮国民党啊 啊 以前国民党 这个在大陆的一些朋友啊 在台上 现在那帮啊 40后 50后 30后 执政的 在台上的 还能给你们台湾说说话 我告诉你啊 等换80后 你们台湾都都都悬了 你知不知道 等这帮老人都死光了啊 跟你们台湾这点感情都没了 你看着 你看着 动手更狠 进行啊 谋独挑衅 危害台海和平 这一图谋啊 注定不会得逞 如果台都分裂势力啊 胆敢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于挫败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我呢 给大家再说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啊 上一次说了 坚二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台湾的空域啊 现在我得到消息是三架了已经啊 不是一架 而是三架 三架具体哪一天进入的不知道啊 那这三架已经完成了啊 进入台湾领空 甚至啊 我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好像是应该穿越过台湾领空 直接从台湾上空飞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得到的消息是解放军J-20进入台湾领空并穿越台湾啊 这个消息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应该是送给了美国 应该是给美国人知道了 但是美国人呢 不对外宣布啊 这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你飞越人家台湾领空 你必须得有照相 要不然你不能说 哎呦我 我说我过去就过去了 不行的 你得有证据 那现在是看来是有照片啊 有什么基载的一些摄像 咔咔 拍了这个台北上空的一些影像 然后呢 把这个影像还有资料传递给了美军 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给他 就证明我J-20有能力进入台湾领空了 其实就是告诉美军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军自己知道自己几天几两 知道台湾有什么能力 该啊 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让美军也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蒙在鼓里 我觉得只有台湾人啊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战斗力 全世界都知道人该撤就撤了 连美军都知道了 蒙在鼓里还是台湾人 还相信自己那点能力呢 还相信美军会来救你呢 是吗台湾人 你想多了 解放军把这个情报啊 飞越台湾领空的情报已经给美军分享了 就告诉美军 我的能力在哪 这种东西是 我觉得台湾人一定要明白啊 这种东西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交换 解放军并不想跟美军作战 但是一定要打死台军 所以你们记住啊 美军也并不想与解放军作战 因为知道J20的能力了 但是呢 美军要得也从里边得到一些好处 那这就两个大国交换就完了 你台湾千万不要一根筋 就以为美军会来救你啊 你不是美国第51个州 你不是美国的一个州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 如果是美军大量人员伤亡 美军是不会出兵的 就是随着中国这个国力啊 中国解放军这种战力 不断提升 你看看把这个J20飞越台北上空的证据 为什么得拿出证据给美军看 证据给美军看了 美军知道心里有数了 美军那些将军心里都有数 知道自己要死多少人 我觉得这招很非常狠啊 第一震慑台独 第二呢 让美军也知道知难而退了 现在我从啊 未经证实啊 但是我只从我渠道得到的消息是三架 而且从这个情况来分析 就是说解放军展示了证据 什么证据呢 无非证据就是飞越台北上空的时候 啪啪拍照 照片给你看了 我飞过去了 那不就是飞过去了吗 美军呢 看到照片以后 美军一定是知道了 知道自己能力了 知道自己 哎 你应该离台湾多远了 你台湾自己好自于是 现在好像叫嚣 最狠的还是这帮台独啊 还觉得美军要来呢 做梦吗 是不是 到父亲 走 但是不行 嘛 不是 不是